新北的土城扇錫寺不僅能夠觀察到螢火蟲 而且一年四季都能欣賞不同的樣貌 而這豐富的生態環境吸引了很多動植物來棲息 經過了里長、志工以及扇錫寺等單位的努力 還富裕了瀕臨絕種的台灣瓶棚草 那長稅木也是故意種的 那一般的甲蝶、粉蝶都會來吸長稅木 那再來我們往前走 像這個地方是瑪麗金 那瑪麗金呢它就是這個金斑蝶的石草 蝴蝶糧到兩旁所種植的植物 像是西野雪茄還有澤蘭等都是蝴蝶的蜜源 不只希望是引他們前來採蜜 更重要的是能夠交配跟產卵繁衍下一代 這裡是土城的善息寺 住持希望將原有的生態與宗教結合在一起 因為我們善息寺供奉是道教的神祈 善息寺是供奉佛教的菩薩 那我們就是在想我們在這個環境的裡面是一個非常的友善 這邊有很多原始昆蟲鳥類它們的聚居的一個地方 那我們就開始想說如果我們既然要推廣到宗教 一定要推廣到大祠 也就是愛護這片的土地 除了成為心靈的寄託也希望能共同保護這塊土地 而善息寺豐富的生態環境就吸引許多動植物棲息 其中全台一共有47種蛇類 善息寺就有14種 那這裡的蛇類呢我們有梅花蛇 我們有紅竹蛇 還有我們有這個雨傘結 龜殼花 青蛇 然後青竹蛇 我們有14種蛇類 那再來就是我們這一區蛙類也非常的多 除了蛙類我們的這個蜻蜓也記錄到十幾種 另外也能看到瀕臨絕種的台灣品榜草 這可是經過眾多生態學家的努力才逐漸繁殖成功 而祖田裡里長從105年開始推動生態園區 起因就是對這片土地的熱愛 我們曾經做過很多的植物啦或者是生態的調查 那這裡生態是很多元化的 然後也多樣性 那因為有30多家的宮廟 我是覺得既然是眾神匯聚的地方是一個聖地的話 那也要讓人跟萬物能夠在這裡生長得很好 很幸運的是扇錫堂市的那個 那個蘇柱子他很願意把這個地方奉獻出來 然後也簽下了土地同意書讓我們來做營造 集結眾多志工 新北市政府還有土城區公所各單位的努力 扇錫市不只是信仰中心 也成為了動植物的棲息地 讓民眾能一窺大自然的奧妙 小明星探禱 小明星探禍 小明快樂 小明星探禦 小明星探禦